你知道如何仅凭外观,区分不同的特斯拉车型吗? 带着先进的设计和未来感十足的外观 特斯拉的Model S, Model X, Model 3和 Model Y 每款车都独具风格,在路上独树一致 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仔细研究特斯拉车型的外部外观 并学习如何仅凭外观来识别它们 从前连到后部设计 我们将揭示每款特斯拉车型独特且瞬间可识别的微妙设计线索 让我们从前连开始 特斯拉Model S有流线型且精致的设计 独特的无格扎前连 配有纤细的车头灯和流线型空气动力学外形 而Model X则展示了更加强壮和大胆的前连设计 有着突出的类似格扎的区域和更大的车头灯 Model 3以其简约和现代的设计而闻名 具有干净和光滑的前连 搭配流线型车头灯和无明显格扎 最后 特斯拉的跨界 SUV Model Y 前连设计与Model 3类似 但车身略高 外观更加激进 一个显著的区别是挥标的位置 在Model S和Model X上 你会在前盖下方找到垂直固定的标志性特斯拉挥标 创造出一种大胆和独特的外观 而Model 3和Model Y则采用了更加简约的方式 将特斯拉挥标平放在前引擎盖上 呈现出干净和流线型的外观 然后 要区分Model S和Model X 可以留意车头灯的大小 前者采用了扁一点的车头灯 而后者的车头灯则大一些 至于Model 3和Model Y 物灯的位置是一个区分因素 相比Model 3 Model Y的物灯位置较低 这些在挥标位置 车头灯大小和物灯位置上的微妙设计差异 可以帮助轻松区分每款特斯拉车型 接下来 让我们转向侧面观察 每款特斯拉车型都有其独特的侧面轮廓 车顶线和车门设计 这些都对其外观产生影响 通过留意这些微妙的设计线索 甚至从远处也能轻松辨认出 你正在看的是哪款特斯拉车型 首先 所有的特斯拉车型都共享 内却是平板门把售这一共同特点 然而 从侧面观察时 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 Model S和Model X的车门把售成直条形状 而Model 3和Model Y的车门把售一端成弯曲形状 另一个区分特点是尾灯的形状 Model S和Model X的尾灯成直角三角形状 最长的一边形成底边 而Model 3和Model Y尾灯的直角三角形形状 则是倒过来的 现在 你可以通过前门和后门的车门把售位置 进一步区分Model X和Model S 由于Model X独特的音译是后门设计 它的前后门两个车门把售是紧挨着的 而Model S的两个门把售是分开的 另一方面要区分Model 3和Model Y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后门形状上的差异 如图所示 除了前脸设计和侧面轮廓之外 特斯拉车型的尾部设计展示了流线型和现代感的美学 具有简洁的线条和独特的LED尾灯 Model S有流线型且精致的外观 配有纤细且水平排列的尾灯 横跨整个车宽 Model X具有类似的的尾灯设计 采用横向排列的LED灯带 但光区轮廓较为圆润 Model 3以其简约设计为特点 采用简单而流线型的水平尾灯 突出其简洁的线条 而作为一款跨界SUV Model Y的尾灯设计与Model 3类似 但车尾门较高且后部造型更加鲁霸 因此无论是精致且良好空气动力学的Model S 大胆且多功能的Model X 简约现代的Model 3 还是崭新而宽敞的Model Y 每款特斯拉车型都外观独特 使其在路上独树一致 现在我们来看看你是否学会了识别 你能认出图片中的三种汽车型号吗 对了 远处的两辆车是Model S和Model X 而最远处的一辆车是Model X 因为前后车门把手靠在一起 最近的一辆车因为它的雾灯位置可以被认定为Model 3 祝贺 谢谢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点赞和订阅 敬请期待我的下一个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